大家好,我是大祈哥 最近一直在了解日本的个体户 也就是个人事业主的一些知识 包括个人事业主和会社员之间的差异 我们今天就来分享一下 个人事业主和会社员 就是在税金这方面的区别 个人事业主和会社员 都是作为个人来课税的 我们先来说说相同点 从税主上来说 所得税和住民税这一部分金额 基本是相同的 但是在缴纳和计算方式上有点不同 会社员的话都是由公司来帮我们代缴 每个月发的工资单上 都会有公司代缴的所得税的金额和住民税的金额 这个所得税是会社根据情况 提前向会社员征收本年度的所得税 因为听见没有过完 也就是说征收的所得税金额也是一个概算值 然后在年末的时候 会根据会社员提交的实际情况做年末调整 也就是我们每年12月都会填的那一堆单子 来确定年度确切的收入 然后再计算所得税 如果实际计算的所得税 征收的所得税少的话 多征收的部分就会从税务署退回来 我们一般的情况都是会从税务署多退回来一点 退回来的这个钱叫做年末调整还付金 一般都会和次年1月的工资一起发下来 这个就是会社员的所得税 而个人税主的所得税 一般都是先欠着 最后在税金确认申告的时候 所有的收入都确定好了之后 再一起把一年份的所得税一起交了 就比方说如果是2020年1月1日到12月31日 这一整年的纯利润计算好了之后 确认申告是要在2021年的2月16号到3月15日 这段时间 然后申告给事务署 也就是说个人税主的所得税 是在次年度的2月到3月之间 然后再一起缴纳的 住民税的计算就更麻烦一点 原因是因为住民税是一种延迟缴纳的税金 本年度产生的住民税是次年6月到再次年的5月 直接缴纳 比方说2020年1月1日到12月31日这一整年的住民税 真正缴纳的日期是2021年的6月到2022年的5月 这段时间 而2020年的1月1日到12月31日 这每个月缴纳的住民税实际上在6月之前是2018年度的 而6月之后是2019年度的 住民税的缴纳方式的话 会设员是一年份的住民税平均分成12份 在6月到次年5月之间从工资里代扣 这也就是我们在工资单上看到的住民税的金额 这种住民税的征收方式叫做特别征收 而个人事业主这一年的住民税是分成4份 然后会从区域所邮寄到家里 然后我们再拿这个单子再到便利店里去交 一般都是分成6月8月10月和次年的1月 一共是这4期 这种分成4份的住民税征收方式是叫普通征收 而对于会设员来说 比较麻烦的一点是转职的时候 比方说因为找工作 中间有三个月没有收入的话 因为所得税是当年份的 所以没有收入 不交所得税也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住民税是前年度的税金 这还是要交的 这个时候从区域所寄过来 这个住民税的普通征收的单子的话 也就只能默默的交了 除了所得税和住民税 个人事业主的话 还有事业税和消费税 都是比较常见的两个税者 事业税是年间所得超过290万的话 就到了课税门口 税率根据行业不同 是3%到5%之间 每年会分成8月和11月这两期来课税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消费税了 税率是10% 这个消费税就我们平时买东西写在标签上的消费税 就是一个东西 10%这个税率还真是挺多的了 消费税是两年前的营业额 如果超过1000万日元的话 就属于客税对象了 话说这个消费税 虽然税率看起来比较吓人 实际上客户或者是客人结账的时候 也都是需要额外的付消费税的 所以本质上是大部分都属于代替客户缴税的一个角色 也就是说作为个人事业主本身 实际上需要负担的部分 可能没有10%那么多 但是话又说回来 如果这个营业额没有超过1000万日元的话 这收到手里的消费税实际上就变成纯收入了 对于个人事业了解的越深入 越是觉得个人事业对于会税员来说 虽然说是牺牲了收入的稳定性 但是同时也可以有更多的结税方式 从年金健康保险的选择 或者是给家人开工资之类的 都显得更加的灵活 这些以后有机会再分享 最近也是读了几本关于个人事业的书 发现经理也就是记账 都是写在结税前面的 也就是说如果是开展个人事业的话 记账可以说是基础中的基础 所以在元旦的时候 也是在家里从零开始看了几天 关于部纪的书 也通过了一个最低等级的记账的资格 我觉得如果想要开展个人事业 或者是副业的话 学习一下绝对没有坏处 好的 今天视频就到这 我们回头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